伤害又会有一个非常强的增益 好 教一下玉帝前期收兵的技巧 就站在兵灯里面卷两秒 然后一个大 大家看到没有 一波兵全收 只用一个Q 然后一波兵可以全收掉 所以他倾线打野 非常非常快 可以说是神速 好 那这时候已经率先达到了11级 这时候带出一个1200 前期为什么先带1200呢 两个大兵1200 因为这英雄缺了 好 这猎魔过来给我拼的 恭喜他是左死 左死一号这个猎魔 大家看Q一大街 带一套技能 W都没有放 这个猎魔就已经死了 这个Q技能也没有在他身上卷 就直接是秒大秒解的一个大 这个猎魔就没了 所以说 这个高级别的这个玉帝 前期简直就是逆天的BOG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 当你把大招扔出去的时候 就是你身上没有这个龙在转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烫人是没有效果的 就是你身上只有有这条龙的时候 那你才会发挥出这个龙的这个效果 就是像这样持续简许的一个效果 你身上没有龙的时候 那是没有效果的 也有人玩这个玉帝 我看前既有人上段时间 既然能够预理出了国民皇帝 这个烫人流出肉 烫人后来出了个反甲 也非常厉害 但是作为一个智力英雄 这样的话收益会不会低一些 好 那我现在意识到这个猎魔过了 可能过来收这个办法 先是一个Q就能Q中 然后W跳脸上 然后J1但是这个猎魔已经眩晕我了 那这个时候再追 估计能追追追追追不上了 好 那这时候饶了这个猎魔吧 好 那我现在身上 大家看我现在龙不在身上之后 就没这个效果 还是有的 那这个时候我有加速buff 那我可以无限的放这持有风筝 我手上钻了一个W 所以说我不怕别人来杀我 有本事他们一趟狠王把我打死 打不死我 我就可以无限的风筝他们 好 那这时候这个猎魔 我现在跳过来之后 这个猎魔还在往前走 那我继续找这个猎魔的麻烦 好 找到这个猎魔之后 先是一个Q 然后接上大招之后 直接大招一个 斩杀掉猎魔 斩杀掉猎魔之后 我现在状态不好 然后这个熊猫再打 这个熊猫再打的话 我看看能不能支援帮帮他 然后给了狐狸一个Q 然后一个E技能拿到双杀 拿到双杀之后 我还在依靠这个W 我现在还没想走 因为我手上有W W我就不会死 好 熊猫这时候 已经交出大招来了 交出大招来了 我现在这个持有踩 没有踩到 持有持有站到旁边 一直被我烫 被我烫 然后接着交出一个大招来 直接三杀 好 那这个三杀 已经是预定做到极限了 其实我刚才想了想 我操作是有些失误的 我刚才如果说 没有着急把大招交出去 让这个大招再到处 再烫一烫人 然后防处E kill W再闪走 自己可能不会死 但是有的时候 在比赛之中 你确实脑子里面 站不了这么快 好 那核心装备 就是玉帝要出肉的 所以说肉鞋 加时间玩罐 加这个神魂 神魂就是那三个球 合成的一个装备 这个装备 是可以带来一个CD的检疫的 而且可以增加 非常非常多的血量和魔法量 所以这个对玉帝 玉皇大帝的收益是非常大的 何况还有10%的减CD 对吧 所以说玉帝 这个英雄是个非常 非常非常容易雷雪球的 就是滚雪球的一个英雄 一旦说控制不好 这个英雄发育起来 就是一只疯狗 三界之王嘛 对吧 这个众生 众生皆退 好 那看一下14级的玉帝呢 这个时候的玉帝 以后多么可怕了 爆发了啊 我上去拿这个小小的铝布 做一下实验 你作为一个人类 怎么跟我打 对吧 那先是一个Q技能 这个铝布要往上走 没关系 他二端Q的时候 我身上钻着一个W的 然后W直接 好在这时候他跳不了 W就跳脸上 接着E 然后接着平A 然后再接平A 那这个时候 我也犯了一个失误 他Q好了 但是我没舍得放大 好 接着E之后 哎呦 没有酸好像伤害啊 好吧 那只能放这铝布一满了 我当时确实是舍不得放大 因为我觉得放大太好蓝了 所以说我就没舍得放大 然后结果就让这个铝布 就这么侥幸的逃走了 哎 这个非常不好 有人问过我说 哎 月时啊 你这个视频 这个 做的 我们 看的觉得有点低端了呀 我 我这个好 先看这边 先看完这里 然后这个天使一直在追我 现在一个跳跳走 这个跳的距离非常长 然后在这天使在追我 大家看 我就无限的用Q 就能放到脚底下 好 他既然没有这个CD 我就无限的用Q 用这个0.1秒的效应 他也追不到我 好 我只要算好 他大的距离 这个天使大不到的 好 这个天使这时候还要选到追 我继续往脚底下放Q 然后继续绕这个圈圈 玉地的回蓝意义非常高 现在我的蓝不掉 反而涨 然后接着放Q 这个天使等低血线的时候 好 这个狐狸没跟上 这个天使一个人追 然后下一Q的时候 直接接一接 大一个龙卷上去 直接大招斩杀掉这个天使 然后绕了一圈之后 这两个人没杀掉我 我还把这个天使给转死 这是我之前说的 有人追玉地的时候 玉地先不要着急 用W来逃命 无限的把他脚底下 放这个大招 放这个Q技能 好 那这个猎魔回来之后 我现在大招CD了 然后一套技能之后 这个猎魔也被轻松带走 我大招正好回来 这个猎魔就冲到我脸上来了 那只能恭喜他 让我这时候意识到 狐狸在靠近 这个狐狸应该来了 好 来了之后赶紧回家 这个狐狸手慢了一点 没有W到我 好 继续做出一个1200的猪子 加血加蓝 一定要让玉地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血蓝量 好 在家里的时候就跳一跳 然后方方Q 反正 这个也不耗蓝 对吧 耗了蓝Q就弄得这么低 耗蓝 玉地分分钟就补回来了 好 那这块过去之后 我们来说一下 之前很多人说 月时你的视频低端了 我这边2800了 我看你的视频没意思 这个我想说 我的视频 受众的群体 可能也就是2000 好 这时候三个人激活我 三个人激活我没关系 我在里面站一站 用这个Q技能 然后这时候一个打招跳走 这个龙挂在池油身上 然后跳走的时候 一个阵龙缠绕 把这个池油带走 就是还是刚才那个话 我说我的视频的受众群体 2500 2600 2700 或者说甚至以下 但是再高了 就不是我的受众群体了 对吧 因为我自己的实力有限 但是我想说 三人性比我实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这个是不受分段来 这个控制的 也可能一个1300 4百分的人 他有的想法 就是很好的 对吧 所以大家不要 盲目的说 哎呀 这个人不行啊 或者或者怎么怎么样 当然你平时的时候 遇到自己对手 或者队友的时候 你都可以向他们学习一下 这个谦虚 才会是人进步 哎 我说这话 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呀 好 我们继续看 然后这时候 我看到这个猎魔在打野 这个猎魔如果打野 他好像死的 KW跳脸上 QE接R 然后直接一个大招 一秒钟不到 这个猎魔直接被我带走 只需一秒钟 一个ADC就这么没了 当然你玩预递一定要手快 就是啪啪啪啪 四个技能 APM比较高一些啊 就一套技能啪啪啪 也赶紧摔上来 然后遇到天使 没关系 我还是老样子 就各种 好 我现在身上是有这个真龙的 有这个真龙的时候 这个天使给我打完全是左死 好 那这时候还差最后一下 直接一个平A带走 这个天使冲到我旁边来 我身上是有个真龙缠绕的效果的 我并没有着急放一个大招 也并没有着急放E技能 我就是为了让E技能加成 包括这个真龙缠绕来 多A这个天使几下 多给天使造成点伤害 然后这时候 把他把大放出去 然后这个天使也是经受不住 大招这个缠绕的效果的伤害 然后就走掉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 预地不放大的时候 你的周围的人都会被缠绕 这个时候不耗蓝 预地放大的时候 一个人会被缠绕 但是这个人无论跑 只要跑不出这个范围 都会一直被缠绕 你如果有蓝量 这个大招可以造成上千 甚至一千五以上的伤害 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个前提是 你要有充足的蓝量才可以啊 这个大招非常好蓝的 大家自己玩玩就知道 然后再有前段时间 有朋友说 那预地这样不是无敌了吗 然后我临走前 我放个大给他 然后自己传送回家 那这个是大家想的不用想 这个不可能有这样的bug的 就是说这个英雄 一旦逃脱出预地大招的范围 那这个大招会被自动解掉的 会被自动解除掉 就是说你被预地大了 没有关系 逃跑 跑得越远越好 你一旦跑出这个 一千八还是两千来着 这个范围我忘记了 一旦跑出这个范围 你的大招就会 预地大招会被立马解掉 好那时候看到一个持油 没关系啊 我现在并没有放大 而是选择一直烧这个持油 大家看我一直离这个持油非常近 然后然后这个持油打不动 我现在一个大招过去 直接一跳技能瞬间斩杀 W都没有交 所以说预地打到一些近战的时候 那就大家看这个龙没了 就没有这个烧的效果了 对吧 预地打近战的时候 先不要着急交大 因为你可以先用你的脸 冲他脸前面 然后你们如果他也是近战 他可能要站在脸前给你打 然后站脸前的时候 先跑一跳技能 好大家看这个猎魔 这个猎魔估计滚走了 好追不到 追不到追不到 就是说 你可以先站在他旁边 先用这个大招去烧 烧到低血线的时候再斩杀 因为你如果先把那个大放了 虽然说伤害一样 但是那个时候你耗蓝啊 耗蓝伤不起啊 这个预地 我这里这套装备 也并没有带这个回蓝的装备 就蓝没了你就要回家 所以说 不要去拖这个节奏 要把节奏带起来 因为你毕竟打预地 一般都是走一个中单主AP的位置嘛 令人头疼的是 预地这英雄叔叔高不说他肉 所以他肉就很讨厌 他肉不说他还能跳 他跳更讨厌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强力的英雄 前段时间我也听我的朋友说 这英雄叔叔不高 没吧 这英雄叔叔可怕的一逼啊 大家看 这炼博又被秒了 好 我继续用这个Q技能去粘这个持优 五秒钟一个CD 下一个Q马上就好了 然后下一个QCD好了 就放脚底下接着Q Q完之后有E了 给一个E技能 这时候其实有W我可以追 但是当时胆子小了点 但是觉得当时胆子小是正确的 如果胆子大的话 估计要被一套带走了 好 大家看这天使估计要冲我脸 这边一个大招 直接把砸进来 砸进来 没关系 我这边直接跳走 好 这边狐狸开大之后 我往上面走 去躲开狐狸这个圈 好 狐狸这时候圈也晕不住我了 好 晕不住我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继续走位 来打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还在疯狗院的追我 然后我这边把技能浇光了之后 没有办法 那只能选择 这感觉队友们除了我都扛不打住 26个人头 我自己杀了15个 没关系 这个熊猫能多扛一秒 我这边也多有机会一秒 然后这时候一个持优先走我来 那恭喜了 那就先拿你开刀吧 好 这个被我黏住的人还想走吗 然后我跳到脸上继续黏 黏黏黏黏黏 黏完等下一Q的CD之后 Q一大 直接一个大招斩杀 这个持优见了我 再肉的人 见了余地也是脆的 好 我这时候也打了个字 嘲讽对面 告诉他们不要跑 但是不知道 对面会不会挺我们的话 好 我现在等一下 大招还有两秒CD 一秒CD好 大招回复了 大招回复了 看到这个狐狸了 现在一过来 一Q大招 没关系 变我扬 变我扬 也是一个大招斩杀掉 然后现在继续追这个吕布 这个吕布 刚才三段Q已经交过了 我现在可以无限量 Q就能粘他 我的W还有将近四秒三滴 两秒 一秒 然后注意看看我自己的CD 我现在把枪累不上去 所以Q不是特别疼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吕布全起开机翡翠 但这个时候 大招接打 然后想斩杀掉这个礼物的时候 这猴子把我人头抢了 玩预定呢 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你要无时不刻的 盯着自己的下面四个技能 什么时候CD 尤其是需要盯W和大招 有的时候你大招好了 和大招不好的时候 这个伤害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对面砍 给你拼 这时候突然大招好了 站在旁边卷两秒 啪一个大招过去 瞬间一个斩杀效果 这又是五六百的伤害 对面又是直接没了 烟火里的法师 有五六百伤害的人 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多吧 当然预定就是一个 这个伤害确实特别特别恐怖 我之前说了 好多人没有好想要 那只能努力的加土豪 对吧 那我告诉大家 一个加土豪的好办法 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虽然说没预定 我是960多万 挺可惜的 差点就有了 好 那我们先看完这里 然后继续用这个 又来粘 粘完之后用大招 然后一个大过去 直接潇洒回头 这个吃油已经死了 怎么呢 怎么加呢 你们打开那个 皮肤解锁和英雄解锁榜 然后找榜上的人 去加他们好友 我悄悄的告诉你们 他们如果肯加你的话 他们会封闭的冲钱 对吧 土豪是要靠搜索的 知道吗 好了 那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 好 为了最高伤害 我这边直接点出一个奥法 那出奥法之后 预定的伤害 已经跟之前不是一个级别了 那如果说之前是个小bug的话 那现在就是个天大的bug 那这个时候真是三杰之主了 已经 好有人说 哎呀 这个月是你回来第一步视频 就做玉帝啊 对吧 那玉帝强势登陆 我这边强势回归 好 我就不自吹自擂 去吹这个牛逼了 好 还是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去 多支持我的视频吧 然后直播这边也会尽快的开启了 然后让大家尽量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好 那这边看一下上路的情况 那玉帝这边看了个狐狸 哎 可怜的小狐狸啊 虽然说第一QQ空了 不过完全没所谓 一般跳脸上 只要直接接转 还在还在捏 捏完之后还在捏 捏完之后还在捏 然后一技能直接接大招 直接秒掉了 呃 细节大家注意到没有 好 那我现在 W技能还有CD的 等W技能CD 我现在还在走位 走位同时我还不忘放Q 然后这边直接三个人打到我脸上 不过这时候没关系 我选择跳走 不过跳走之后距离近了点 刚才三个大全都交到我脸上 那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哎 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我忘记了 好 这边也是选择准备出翡翠了 如果不出翡翠的话 估计站的人都是里面要被秒的 就这个玉帝大 我 这么长时间了 大家也可以倒回去看一看 我的操作是怎么操作的 就是我很少 去直接把大招交掉 我一般是 心利用自己的走位